另外国宝级的喜剧艺人脱线 9号的晚间因为心脏衰竭 在家中辞世 享受90岁 而家人也遵照脱线生前的嘱咐 21号在家中是低调的举办了告别式 儿子陈嘉诚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抱着喜上的心情 也相信父亲的精神 永存在所有人的心目中 灵堂上挂着六张脱线不同时期的照片 宛如他在演艺圈的缩影 一旁桌上也摆放招牌的黑框圆眼镜 麦克风和道具 虽然没有发复文 但还是有不少家属亲友 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生前特别交代就是低调办理 所以我们没有发复文没有工具 未来他也是会选择在台东的这片土地上面 家人遵照脱线生前医院 低调办理后事 长眠在台东土地 对于父亲脱线辞世 儿子陈嘉诚认为 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 脱线陪伴妻子过完了难忘的母亲节 隔天晚间才因为心脏衰竭 在家中安享离世 像七寿九十岁 希望大家是抱着一个喜伤的心情 因为爸爸毕竟九十岁了 可能只是换一个躯壳 我相信他的精神一直都在我们心目中 脱线本名陈炳南 纵横台湾演艺界四十多年 招牌造型圆框眼镜加上圆顶帽 从早期黑白电影演到彩色电视和舞台脱口秀 成为国内喜剧泰斗 晚年一居台东经营农场 如今正式走下人生舞台 信念精神仍藏存众人记忆 金银沙沙会 杜野相报道